我们会在这一刻做什么? 我们会在这一刻记得如何? 这是我们的未来 和我们的选择 我请你选择大事 谢谢 欢迎回到川普真新闻 我们所有的报道兼引用白宫 以及川普官方推特的消息资料 以下就是川普总统不要您错过的真新闻 首先是一则来自Fox News的评论 星期二 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弹劾听证会上 无关的私人意见被尾装成事实 这人们谈到了他们对川普 和乌克兰总统通话交谈的个人见解 民主党人迫切希望能找到 所谓条件交换的证据来弹劾川普 但这却在电话记录中找不到 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西夫 在没有事实依据下 决定将川普赶下台 而这完全是基于其他人的个人意见 任何人都可以阅读这份电话记录 他在网上随手可得 这不言自明也是最好的证据 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条件交换的存在 乌克兰总统所发出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点 他证实了 川普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 威胁 条件或是对他施压 他说那是一次很正常的谈话 事实上直到川普与乌克兰总统7月25日通电话的五周后 乌克兰政府才知道美国的援助被暂时冻结 这使得条件交换这个说法行不同 在白宫所发出的一篇文章上写道 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跟上民主党人变化不断的弹劾 那么你并不孤单 最近民主党人总是难以达成一致的说法 首先左派想用所谓的交换条件来大做文章 但当这一论点在民调中不受欢迎时 民主党里就将指控改成了敲诈勒索 后来又变成了贿赂 然后周三早上又回到最初使用的交换条件来做文章 对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媒体朋友们来说 周三对他们来说是个糟糕的一天 在今天向国会提交了证词中 驻欧盟大使戈登·三德兰平息了对川普总统的诬告 这位大使说得非常清楚 当我问川普总统 你想从乌克兰得到什么时 他的回答是 我什么也不要 不管左派如何去歪曲事实 这是周三这场听证会当中的唯一可靠信息 为什么 首先因为他基于事实 而不是单凭第三方的猜测 其次在多次的听证会上 只有一个人曾直接与川普总统交谈过 也就是桑德兰大使 而其他证人整理提供他们的想法和推测 就这样 左派沼泽精心编排的戏码又再次失败 对于众议院民主党人来说 最大的问题是在几周的作证之后 他们仍然没有拥有实际的罪证来弹劾川普 马凯特大学周三最新的民调显示 在威斯康辛州现在以绝对的优势反对弹劾川普总统 在公开听证会开始之前10月份 有44%的人支持弹劾 51%的人反对 而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 有40%的人认为应该弹劾 让他下台 反对的人上升到53% KXAN报道了 川普总统周三与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蒂姆·库克参观立于奥斯汀的苹果工厂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 川普诚说 我要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 我要让苹果开始在我们的土地上 生产他们的电脑和iPhone 而不是在中国 现在在贸易改革和减税之后 苹果正开始在美国当地 制造出更多的产品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川普真新闻 欢迎您留言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